印度疫情失控不僅嚴重打擊了原本很多人對疫情的樂觀預測 而且大大增加了美中疫苗戰對後疫情時代地緣政治形勢的影響力 文在寅訪美最大的新聞焦點 就是韓國打出晶片投資換疫苗生產投資這張牌 也就是說疫苗危機成為了令文在寅下定決心在科技戰中 全面倒向美國一邊的最後籌碼 拜登在台灣疫情出現危機的關鍵時刻 如果用疫苗來支持蔡英文 模擬對台灣的親中共勢力是一個打擊 美中疫苗戰其實是中國首先發動的 無奈記不如人 否則若是中國佔了上風 就不難想像台灣親共勢力會更強力迫使蔡英文接受中國疫苗 正式成為了這場戰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不難理解美國在疫苗戰上佔了上風 對後疫情時代的地緣政治形勢的演變是一個非常積極的因素 中國方面也認識到形勢的嚴峻 不僅決定進口輝瑞疫苗 更加計劃引入美國的疫苗技術在本土生產 現在還是不太清楚的就是 中國在全球疫苗市場裡 與美國的競爭將會出現一個怎樣的局面 我相信中國不會輸 而會在這方面投入更多的資源 因為如果疫苗戰徹底輸給美國 中國在後疫情時代 將會陷入非常不利的地緣政治形勢 現在大家都越來越清楚 這場全球大瘟疫 很可能是中國人為事故所致 而且這場災難大有持久化的趨勢 這樣就意味著 美國對疫苗技術的控制權 將會成為美中對抗裡面 一個此前沒有料到的王牌 中國引爆疫情為美國送來的這張王牌 在全球地緣政治裡起了很大作用 雖然現在還是無法預料 但基本邏輯就是 疫情風險越大 拖得的時間越長 對中國就越不利 這樣應該是去年習近平 決心以疫謀霸的時候 所沒有想到的 現在還是看不清楚的一點 就是疫情風險的長期化趨勢 對中國國內形勢有什麼影響 可以肯定的是 北京當局對此並沒有做好準備 並自以為在控制疫情方面 有所謂的制度優勢 從美國的情況來看 這次疫情加速了人口牽涉的新趨勢 因為通過遠程通訊再加工作 正正成為一種主流的工作模式 將會對美國的住房業和居住模式 帶來更深遠的影響 我的判斷是 疫情風險的長期化 對中國也會帶來深遠影響 但中國的調整會比美國更加困難 因為疫情風險的長期化 對於中國高度依賴農民工 和流動人口的就業模式衝擊是非常大的 最近廣州出現疫情 但政府對這個疫情的訊息公佈 透明度不能與東北 以及遠邊地區疫情報告相比 這樣說明廣州政府意識到公佈疫情細節 可能會對當地經濟帶來太大的衝擊 而廣東的經濟一旦出現問題 這樣就意味著中國經濟也會出現大問題 因為目前北京的財力 已經很高度地依賴廣州、深圳等少數地區 當然我們不能期待 美國的疫苗優勢會成為 決定美中對抗輸贏的決定性因素 最近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衝突 強化了這個判斷 21世紀的戰爭形態 與20世紀大不相同 美國在疫苗戰中取勝 很有可能會加劇其他形態的衝突 比如說台灣的供電設施 遭到更加猛烈的網絡攻擊 這是梁京的評論 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我是趙子浩